中國與巴西9月底 簽訂中共病毒疫苗銷售合同 卻被媒體意外曝光 外銷的疫苗和國內定價相差太多 引發中國網友抨擊 中國網友10月4號貼出 鳳凰網官方微博的截圖 其中表示 中國科興生物技術公司 和巴西簽訂合約 提供4,600萬劑中共病毒滅活疫苗給巴西 這是中國史上第一次出口疫苗 網友特別用紅線標出疫苗的價格 每劑2美元、2劑4美元 折合人民幣不超過30元 這條報導和相關轉載迅速被刪除 因為和鳳凰網9月份的報導形成鮮明對比 當時的報導說 中共病毒滅活疫苗 在國內的定價是一針300元、兩針600元 這比出口給巴西的價格高了20倍 網友們紛紛留言表示不滿 說 中國15億人口 疫苗供不應求 這家公司卻把疫苗以收破爛的價錢倒賣給巴西 如果這不是賣國 那什麼才是賣國 這和國內200塊的差價 誰正走了 什麼時候能把民眾當人看 這個社會才算進步了 這些留言也迅速被刪除 評論人士分析 出口疫苗的價格 既是中國出口經濟的反應 也包含中共疫苗外交的考量 跟其他國家的關係 所以等於說是相當於是一種強壯市場的行為 對吧 同時也是外交拉關係的行為 所以它就是 就算賠本 壓低價 它也幹的 中國的疫苗定價偏貴 並非第一次成為話題 上週 BBC中文網的報導說 全球單劑中共病毒疫苗的已知定價範圍 從20元人民幣到300人民幣不等 目前的市場吹風價格中 單支最貴的疫苗出自中國國藥集團 而美國政府除了本土研發 還打算以政府協議價鎖定疫苗採購 供部分民眾免費接種 此外 日本政府厚生勞動省幾天前決定 中共肺炎疫苗接種費由國家全額負擔 如果因為接種疫苗造成健康危害 也將適用救濟制度 在疫苗機型的醫療體制來說呢 是中國的人工是不值錢的 在醫藥行業呢 它是以藥養醫 而且呢 這個裡邊是每過一道關 它都有驗過拔毛 它都是要去賺錢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話 就會把很低的成本的藥 最後賣高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都是很可能的一件事情 前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 蕭恩博士指出 尤其是這次中共病毒疫苗的研發生產 實際都和官方相關 值得關注的是 中國目前研發的三款疫苗 都沒有完成臨床三期試驗 但官方已經讓幾十萬人注射 包括科興公司90%的員工和家屬 根據廣東新聞10月1號的消息 巴西聖保羅州最早將在今年12月 收到科興提供的首批4,600萬劑疫苗 這次提供給巴西的疫苗是科興和巴西 巴西不坦丹研究所共同研製的 在巴西也沒有完成確保疫苗有效性的 第三期臨床試驗 路透社此前報導 科興還打算向巴西廠家提供半成品 讓他們進行罐裝和包裝 然後提供給其他南美國家 那麼... 第二期